歡迎光臨 抱歉 這是我的主持的失職 因為擋不住來賓要發言 我一定要講這個故事 因為對所有的藝人 包括像李文這麼紅的藝人 我甚至 我甚至要講 包括Lady Gaga Michael Jackson 馬丹娜 其實他們大概二十年前 全部都死過一次 全部都倒過一次 什麼原因 很簡單 就是數位化MP3 這個我們這個再來關心 這個名模洪小蕾 是 那麼他在社群貼出 在韓國的人川機場轉機的照片 他其實是帶小孩出國去旅遊 到西班牙 不過呢 突然間他竟然生病插管 那這個狀況說住進家戶病房 那麼這個他的前夫王士軍 接到消息 已經立刻飛去西班牙 照料這個前妻跟兒子 那我先請教一下文婉 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想最近是因為暑假到了嘛 那有很多的家長就會趁這個時間 帶小孩子去旅遊 那蕾蕾也是這樣 而且他帶那個兒子還未成年 所以其實突然間發生這個狀況 據瞭解是他在出發之前 已經感覺有點身體微樣 可是他真的是旅行團 所以他當天其實到達這個馬德里的時候 西班牙馬德里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他吞咽 他的扁桃線非常的腫 然後他連吞咽都有困難 然後當然就是當下 就是緊急的就是到馬德里去送 送到急診去 就醫生一看不得了 覺得你已經交叉感染 所以你當下你就必須要入院 所以入院之後 一定要幫忙 就是已經開始插管 可是這時候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隔天旅行團 一團人就一定要離開馬德里了 所以變成就是說只留下 洪曉磊要在當地的醫院接受治療 但是兒子還未成年 所以當下其實 其實兒子只有趕快打電話給爸爸說 我們發生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前夫妻也很疑心 然後也真的很照顧他 他當然也是兒子在那邊 所以他馬上接到消息 就買最快的機票 就飛到當地去做所有的處理 因為包括兒子未成年怎麼辦 他一個人在那邊無親無靠 那也是要去照顧兒子 可是有一個重點來了 因為王世均是有提到說 他很想把錢 就是洪曉磊接回臺灣來受治療 可是好像他說醫院是 醫生是覺得是不允許的 所以其實對 他說其實這個移動會有危險 所以現在就是狀況好像說還好 但是呢一定要在當地 是不能移動要接受治療的 所以請教一下黃醫師 這個會有危險嗎 危險性嗎 因為他已經插管了 本來就是說 如果是一般的扁桃腺炎 在 我問過耳鼻喉科醫師 大家說如果在臺灣的耳鼻喉科醫師 讓病人因為扁桃腺炎 腫到要需要插管的話 他們會被笑 所以他一定是 我覺得因為洪曉磊 他本身可能是名模 他身 身材外貌表 就是保養得很好 可是忘記年紀了 就是說你外表是一回事 年紀步入中年 另外一個抵抗力是另外回事 所以他很可能是忽略掉 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因為在旅行前的話 大家都是很忙碌 特別是他是單親媽媽 要操持那麼多事情 一定是忙著準備旅遊什麼的 所以沒有去顧到自己的身體 那所以變成說不舒服 還是要出去 如果你在臺灣 我們耳鼻喉科醫師 第一個想法是打抗生素 打類固醇不會下來嗎 一定會需要到插管嗎 所以顯然是前面 已經經歷了一段時間 他沒有去管他 所以變成是一到了西班牙馬德里之後 一到醫院去 人家發現腫到不行了 可能接下來就是要呼吸急促了 不行了 所以才要插管 那一旦插管了之後 插管 插管的意思是什麼 插管的意思就是插入呼吸道 你沒有辦法自己呼吸 因為呼吸道塞起來了 所以就要插一個管子 讓氣體 我們強迫打氣體進去 不然你接下來肺就是會整個塌陷 然後人會呼吸衰竭 會死掉啊 對 所以他一旦插管了之後 就變成是像我們即便在臺灣 扁桃腺的話也是因為 因為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 對 對 對 然後整個扁桃腺腫起來了 影響到壓迫了呼吸道 那如果我們在臺灣的話 就算是病人 你說插管的病人 你覺得不滿意這個醫院 想要轉院到那個 其實都有點困難 所以更何況是他 從西班牙轉回來臺灣 那家戶為什麼要做家戶病房 插管的病人一定要做家戶病房 聽起來很可怕 覺得然後又在國外 那個應該沒有問題 總比沒事去住家戶病房的優秀 對 因為像韓國有一個男明星 他是咽喉發炎 他還不是扁桃腺 咽喉發炎 他有時候病毒也會引起 那他因為咽喉炎是病毒引起 病毒引起他當時的免疫力很差 就後來免疫力差的時候 細菌又會在 在 就是你有可能細菌 所以為什麼要住在家戶病房 無菌的狀況之下 你知道這個南韓藝人 多久走掉嗎 兩天就死掉 他就是 後來還是可能會敗血症 對 他就是引發敗血症 本來是咽喉發炎 他就覺得吃吃藥就好了 沒想到過一天之後 就可能就是他變成細菌感染 整個扁桃腺都化膿 那化膿你說緊急打抗生素 然後他不會發 他那個細菌已經整個到你的血液了 他就引發敗血症 所以這個是沒有不能輕忽 尤其是你的免疫力很差的時候 應該這樣講 我們講扁桃腺 其實我們用鴨舌板 直接可以看到 他會腫起來 因為他類似是一種淋巴組織 可是他為什麼會腫起來 他就是周圍 我們感冒的時候 就是說你周圍的 其實已經都有細菌 或是病毒感染的 那扁桃腺才會腫起來 但問題是他可能不是只有在 那個扁桃腺有問題 我猜洪小蕾 他已經有那個蜂窩性組織炎 在他的咽喉喉咙部位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很危險 我在醫院的病人 有人是比方說開甲狀腺 開完以後腫了 或是說這邊有擦那個什麼 我們講說那個靜脈中心導管 反正只要這個部位的 你只要感染然後就會腫 因為感染就是紅腫熱痛 腫起來以後 他可能你整個咽喉就會收縮 你一收縮 你不插管怎麼呼吸 當然要馬上插管 而且你要插到什麼時候 你要把這邊的那個蜂窩性組織炎 把原先的感染都治療好了 你才敢把那個管子拔掉 不然你隨時就喘不起來了 所以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洪小蕾說他其實出國前就有一點症狀了 但是因為他還是出去 還是出去 所以換句話說他對這個事情 應該說認識 跟我們一樣認識不夠 因為不是他會變那麼嚴重嗎 我們一般都覺得感冒 吃吃鼓男人 紙重藥 你是跟免疫系統在對抗 你出國去坐十幾個小時飛機 如果不是坐商務艙 可是我們一般都會覺得小事 稍待一下 來 先休息 進化告 稍後再講 算了吧